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圣浩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你也可以在5分钟之内 设计出让人一辈子都会记得的logo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圣浩TV会一直更新关于 Wish玩页设计的实用小技巧 如果喜欢这一方面的资讯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圣浩TV 为了降低我们的营业成本 和可以设计出一个烂人永远记得的logo 这里呢,我就会推荐Wish的logo maker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Wish会通过他本身的AI和他自己的大数据 他就会帮你设计出一个专属你的logo 而关于它的链接呢,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只要点击这个链接 就能到我接下来要去的页面了 这里呢,我们就把玩页往下移 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有一个logo maker 所以我点击这个logo maker 如果你拉下去的话呢,你可以看到 关于这个logo maker的一些说明跟做法 那么我们现在点击start now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Wish的话呢,你需要先side out 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只要login就可以了 他会通过问你几个问题 来设计出属于你的logo 这里呢,他会通过给你选择 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五个logo 来制造出适合你的logo 如果你觉得这个logo是你要的 就点击like 如果你觉得不喜欢的话呢,就点击dislike 其实连五分钟都不需要 我的logo已经做好了 其实连五分钟都不需要 所以这些logo呢,我们可以点击 我们想要的 然后我们来add it 当然,你还可以再更改 当你改好过后呢,你只要按右上角的download就可以了 设计完后,你可以下载free sample来使用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logo 在这里呢,你可以选择 道路for free sample 这个呢,它的format是zpg 如果你需要一个高履收入讯的话 我会推荐你先使用basid logo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他 因为更高阶层的logo 它会给你更多的功能 而这个费用呢,绝对会比你找一个设计师来的便宜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Wiz玩页设计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使用小技巧 或者是你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圣浩,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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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浩 字幕志愿者 杨浩